嗨,大家好,我是鐵熙 我是Gini 然後我是第一次到小溪的頻道來 我自己主要是做美妝穿搭 然後偶爾會有一些韓國旅遊這樣 所以大家興趣的話呢 就可以到我的頻道看看囉 是的,那我會把Gini的Youtube還有IG一起放在下面 大家就自己去記得要加一下 好喔 那其實我最常看到你都是那個穿搭 對,穿搭比較多 對,然後因為Gini的身高是 168 對,那我的身高是151.3 OK,好精準喔 就是 好精準喔 可以說這0.3一定是不可以那個省略的 好,不可以缺少的 好 那我就想說我們身高懸殊差這麼多的話 今天就想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高個子跟矮個子 我們同一件單品然後要怎麼樣穿 喔,就是明明同一件可以穿出不同的感覺 對 第一件呢,之前就超想要買這一件長裙 是 對,然後這一件是那個Petty產養生物 它就是一個有點像那種水墨畫 對 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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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復古復古的 OMG 然後呢,我那時候就跟那個板娘說我要這一件 對 然後他就說這一件你穿不行,你穿會拖地 然後我看到你穿我就覺得不行,我今天私心 小個子我就是要穿這一件 對 就殊不知我就穿起來,居然可以耶 對啊 後來發現我穿其實沒有拖地啊 對 這件裙子的話呢,因為我覺得它那個水墨畫的感覺真的已經夠美了 所以我上身就是搭像這樣子素面的 寬鬆感覺的白上衣,我覺得這種白配這種藍,就非常舒服好看 但因為它的彩度比較低,是那種比較沉穩時髦風這樣 然後搭一個黃色系的跟鞋 我覺得很好看耶 對,然後它又是尖頭的,好像會更有氣勢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它是有一點慵懶的穿搭,但是又帶了氣勢的感覺 嗯 就是我第一套這樣穿 高個穿這樣真的超級好看 我就很喜歡看高個穿這種有一點 喔 狼狼的 對,狼狼的上半身,襯衫 可以說矮個子的優勢 我們就是可以直接把這種長裙當成洋裝穿 它的後面是有做這種鬆緊嗎 所以我就直接這樣子當品口穿 搭配一個蕾絲的罩衫 因為我現在就是人上了年紀啊 真的是穿不太了高跟鞋 所以我最近就喜歡配這種卸型的鞋子 比較有夏天的感覺 度假的感覺 對對,一個度假的感覺 然後有人是直接穿厚底 可是我後來發現因為像小個子的人 如果直接穿厚底的比例看起來會很笨重 會建議說如果你是跟我一樣小個子的話 還是挑選有一點弧度的話 比例看起來會比較好 然後腿看起來也會比較修長 因為這種有弧度的它踩起來才是這樣子 對,會整個人會ㄍㄧㄧㄧㄤ起來 對,就有點像我們在拍照 網美都習慣叫要往前的啊有沒有 對對對,延伸的感覺 好,那我們第二個單品呢 就是我選了這一件 因為我個人很想看Gini穿搭會長怎樣 對,這個是上下分開的 對 然後它是比較像那種西裝式的套裝 套裝式 可是它是綿麻的 對 它這裡是做有一點點那個墊尖的感覺 好看喔 對 可是墊尖在我們這種小個子身上 就很容易會變束環針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太厚了 然後這裡很大這樣子 墊尖的對小個子來說 一就是你可以直接把它當成外套穿 你不要整個扣起來 或者是如果在西裝外套有墊尖的話 我就建議小個子女生可以直接用皮的 就會有氣勢 褲子的部分我會把褲管口徑先這樣往後以後 然後你就往上反折 折個大概兩三折吧 不規則也可以 讓它看起來有點像那種漱口褲的感覺 一定要搭配高跟鞋 比例看起來才會好 有點像懷靴 但是後面會露出來 露倒真的 算夏天的懷靴 她剛才說現在流行阿拉丁 對對對 然後我的話我就是直接把它單穿了 然後配了一個很復古時髦的腰帶 這樣我覺得很畫龍點睛 我超喜歡那個墊尖的耶 挺又好看這樣 你真的真的是 好不喜歡喔 很好看耶 打一個簡單的布鞋 我覺得就很休閒 然後可以要出去玩 或是度假我覺得都沒問題 那我身高168 我覺得那個褲管是非常剛好的 因為高個也不好找褲子 這種衣服真的只有高個人配平頂鞋 你都只有配平頂鞋 因為我覺得這種衣服配平頂鞋就是時尚 我剛才幫她錄的時候 我就真的打從內心 一直說天啊 你穿這件真的 你穿這件真的很好看 我喜歡 我剛才一直跟她說 你穿這個很適合 後來我們兩個決定交換 對我們剛剛講說 那我們就交換啊 可以啊可以 ok啊 就我要把裙子帶走 然後這一件這個 對我把這套帶走 這樣子 好啦那馬上就進入到我們的 最後一樣 就在這裡 然後這一件也是 是我帶來的 這一件它其實是一個短洋裝 然後我最喜歡就是它蓬秀的設計 因為我覺得很可愛 那因為我單穿的話 我只要一彎腰 或是坐下來 我是坐不到我裙子的耶 就會整個Q上去 這麼短喔 就是我站著都可以 所以我可以再搭一個下身 把它扎進去 就把它當成上衣穿的概念 就搭這件宅裙 然後下擺可能多少還是會露出來 那就讓它露出來 我覺得也是一個畫龍點睛的感覺 個人就是愛平底鞋 其實我也愛啊 但我就是一個不能夠 唉算了 所以我還是搭一樣的鞋子囉 那我的穿法 通常我在買衣服 我一定都會看模特兒 他們的那個長度落在哪 對 例如說像Gini穿 就落在那個大腿的一半 我大概就會算說 好那這件洋裝 大概會落在我的膝上而已 嗯 對然後我就會覺得 喔那這件當洋裝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哦 我一換穿來 然後Gini就說 哇這件妳穿怎麼那麼長啊 對 哈哈哈哈 就是哇 欸這件妳的長度超級合理 直接穿了以後 因為比較寬一點 嗯 所以我就會配一個腰帶 對 而且妳配細的腰帶很適合 就這樣 就這麼簡單 那像我的皮帶我也是用比較高腰 嗯 那或是如果妳有那種長絲巾 我覺得其實它用長絲巾直接綁一個 也會很好看 也會很好看 就更有夏天的感覺 對 對 然後我的鞋子一樣也是搭配這雙謝鞋 這個就非常的百搭啦 色系很搭欸 對啊 抓座的小蓬秀 它也是有凸出來 可是它就沒有像素環針那麼 對 所以妳看我現在這樣穿看起來就好像肩膀很窄 反而是有一種顯瘦的感覺 很成功啊 我們交換穿 而且我覺得今天這三套這樣穿 我覺得落差感比我想像中還要更大 哦 對對對 而且大家就可以參考說 哦 意義多穿 對 還有一個什麼樣子 這樣 好啦 對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分享到這 那今天的同時呢 在Gini這邊也會有另外一支影片由我 對 然後是不一樣的主題 齁 那個尺度 它的尺度 我很保守 對 對 妳的很值得看 對對對 妳的很值得看 所以大家就是看完影片以後呢 記得也到Gini這邊去看影片 好 那一樣連結我也會放在下面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此為止 如果你有喜歡今天的影片 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然後可以訂閱我們兩個人的YouTube頻道 可以通常小鈴鐺 然後還有我們的Fu的IP 哦 拜拜 拜拜